我真的是要破壞 你怕他們做什麼拉給誰知道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有感覺出來我在開頭 就非常的悲重嗎 因為今天我們來開箱 很多的日本YouTuber都會開的 Peyang Yaki Soba 這是我們的雞心辣泡麵 其實呢 我本人 很久之前呢 有開過Peyang Yaki Soba的 另外一款辣泡麵 大家還記得嗎 對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慘 但是呢 我是有在問說 欸 這個我們要買回來開一看嗎 我說開啊 沒有關係啊 應該還好吧 完全就是已經忘記上次的教訓了 但是我今天一次要開兩款 一款呢是它的原味的 但是也是非常的辣 就比上一次的還要辣 地獄雞心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前陣子才剛出的 它是 也是地獄雞心 但是它是咖哩 咖哩口味的 但我們再先放旁邊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非常熱門的品項 就是一蘭它出泡麵了 想不到吧 就是它真的非常的難賣 其實它剛出的時候呢 我們就找了非常多代購 非常的熱門 不好賣 據說它的味道跟店裡面一模一樣 然後我本人昨天才剛吃完一蘭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開箱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一定要吃比較安全的 一蘭拉麵 這個真的非常的難買 而且你看它外包都那種金色 空間的感覺其實很漂亮耶 打開它就是一個 秘傳的塔蕾 應該是它的辣的包 然後跟一個A包跟B包 而且它麵是細麵耶 我們先把A… 看不懂耶 好難耶 好久喔 四分鐘 時間到了 好 我們來打開囉 好 目前目測看起來還是香蕾的補充 然後呢它有說 它先丟B下去 B下去 把A的粉包給丟下去 哇 等一下要攪拌一下 喔 其實已經有土骨的香味了耶 這麼神奇的粉包啊 接下來再丟這個 它的蜜製 醬包C 最後丟 有沒有 我這樣到目前為止 沒有放任何的東西 跟包裝上 像它們一模一樣 我們現在吃一下沒有拉開那個辣粉 看一下旁邊的臀骨的還原度 真的是臀骨耶 超像耶 它的麵條確實跟店裡面的比起來 也不對 它麵條其實跟店裡面有點像 但它比較沒有那麼的Q一點點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湯頭 它這個味道就是你勾勢中的那個選項 只是我比較喜歡去一蘭拉麵 現場吃的那個味道 因為它的那個辣粉 對我來說味道會更香一點點 它這個是泡麵嘛 另外一個是要用熱水煮的 我比較喜歡用熱水煮的 勝過於這個泡麵 今天晚上去日本了 你們喜歡吃臀骨 酪酸醬油還是雞白糖的形式啊 因為我是喜歡吃那種 非常濃郁的臀骨拉麵的人 很濃郁的臀骨的味道在丟白飯 那白飯整個吸 那個滿滿的那種精華湯汁 就是整個療癒你知道嗎 好像吃阿芙利喔 好像去日本喔 如果你們現在 可以選一樣日本的食物 你可以立刻吃到 像我一定會喜歡二郎西拉麵 講日本吃到飽的燒肉 去京都大阪就是要吃國菜牛 在東京就是要吃六格仙 請大家把這個筆記下來 吃完了 我覺得像刺度大概八成吧 它其實真的很像 黃雲度其實滿高的耶 以藏鮮來說 我覺得還滿值得試試看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培養系列了 據說卡類的比較辣 所以呢 我們先來吃這個雞 玉雞心好了 上面還有一個惡魔 我上次開的那個長得有點像 很大吼 然後這個是 就真的是從定域來的感覺 也吃我們很爛 好緊張喔 喔 打開也是沒有太大不一樣 乾燥的包 喔 大紅色雞心 那我們就先來加熱它 3 2 1 剛剛的倒數是我們進入 玉雞心的一個 鬼滅倒數 咻 先把湯濾掉 我現在相當的緊張啊 接下來 接下來 來了 這個醬子 玉雞心醬子 它還有一個金灘號 非常的辣 成分很強 要十分注意去吃它 超紅 Oh my God 這個 聞起來好像還好耶 辣得非常的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在畫面上看起來其實非常的美味耶 吃這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吸它 放進去就對了 喔 它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剛剛 等一下 它的辣是你入口的時候你大概咬兩口 你前面的幾口沒有太大的感覺 後面… 等一下… 後面它就整個在你的口湯裡面像一個小羽肉一樣 就像我現在牛奶吞下去之外 它就這樣爆開 哇 好 我們加一點沒奶汁好了 嘴巴很痛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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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痛的程度比上次還要痛的還要久 所以我沒奶汁不要加它還小 免得你知道它現在就是 但是你只吃一口之後 它就是 我快喝完了 我們家還有牛奶嗎 OK OK OK什麼啦 你看像這樣 這樣感覺是不是有好很多的Feel 趕快對焦 問辣 我要放下來了 好喔 好像 好像沒有比較 加沒奶汁真的可以解辣 解… 不能這樣嚐 這解蠻多的 但因為第一口 這那種好像已經在痛 所以呢 我在講什麼 加那麼多就比較沒事 沒事 還記得Selan說的 他阿公說要怎麼樣回家 都要留最後一口氣在 拍片嘛 好像有比較好一點喔 有嗎 不要激烈 第一口不加 就是要不激烈 第一口就是給它加下去 你就不會有像現在好像宿醉 來 Oh my god 好 吃完了 我們下一個 玉姬心咖哩 我們30分鐘之後再開拍 我們 你們看不到 你們只會覺得我馬上開拍 我們休息個30分鐘 剛剛玉姬心結束了 我們現在是玉姬心咖哩 然後由於我剛吃完那個之後呢 我就是有點被嚇到 但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持續的給它嘗試下去 我們做人要有什麼 我們要有 勇往之前的心 跟毅力 我們體外話說一下 它的髮型是不是跟我有一點點像啊 然後日本呢很多Youtuber都有開 就像我剛剛講的Fishers 加分大豪胎也有開 上上優雅也有開唷 海外面來了 來 我們的3分鐘到了 好 一樣紅黏黏黏黏 聞得到咖哩的香氣耶 但後面就是你知道 你有沒有感受到一股 先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什麼辣 好像還可以耶 有辛香料的味道 但是沒有到很辣耶 而且它比較像是那一種 我們去外面買咖哩粉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這個我好像還可以耶 但我們還是小小口吃你知道 太大口還是很危險 等一下來了啦 它比較慢 我現在有點疑惑耶 因為我喝東西的時候 覺得沒有剛剛那麼痛 但是 喔 來 但它 它痛起來了啦 我跟你說 因為 因為它爬起來的速度比較慢 然後我剛剛有點感受不到它 然後我 噴霧 有什麼1930分 這個就有什麼 沒來自家多一點 再加一些鹹 這樣 OK 這樣可以 可以… 我們就快吃完了 下次絕對不要再拍這個 知不知道 皆さん 好 吃完了 預計性 吃完了 我只能說 我又再次的替自己上了一課 應該是我剛剛在吃第一口的時候 第一碗第一口的時候 我本來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因為一直慢慢的辣上來 我一直在想說 好像還好 最後就 我的美乃滋雖然加很多 但我還是到最後就是有點耳鳴 我想說吃第二碗我學聰明了 我先吃一小口… 喔 覺得好像還好耶 然後它就衝上來了 下次就不要開這個了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然後我個人覺得今天的一蘭還滿特別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採先看看 而玉雞心的話 我就是你知道每一個YouTuber都會開的 連上上優雅都有開 所以呢我這一次呢 就是也多買了一些要給大家抽獎 總共抽五味 但是呢你是不是想跟我說 宣問…我要抽一蘭 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準備了一碗的一蘭 各兩碗的玉雞心油 卡雷口味跟原味的玉雞心口味 只有五分之一的機會可以抽到一蘭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千千好辣選我選我 然後再留言你對這支影片的感想 之後呢我會再抽獎送出去給大家 如果大家呢有吃的話 或是跟朋友一起吃的話 請大家在IG tag我 順便再跟我分享一下你們的感想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好想吃二郎系拉麵 好想吃阿富里爾 好想吃日本喔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大家記得在下面留言 然後抽獎給大家 就先這樣子 掰掰 你們不要不留喔 不要跟我說 欸 我不要吃玉雞心喔 我不留 怎麼樣 不要 留下嘛 看我都惡名成這樣了 我現在講話有點惡名耶 掰掰 千千好辣選我選我 讓大家嘗嘗 來自地獄的味道 玉雞心 哥哥哥哥哥哥 你名字姓郎嗎 我也是姓郎耶 讓我惡靈第一大姓 你不知道